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e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地层这一课程 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下为什么BPBandar和BBandar这个话题 这节课呢,我们就再一起学习一下为什么BP什么什么Service和BN什么什么Service这个话题 怎么学习呢,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学习思路 我们可以通过去学习一下设计中的设计模式相关的内容来寻找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具体结合着设计模式相关内容来体会这个为什么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设计模式相关内容 这个内容呢,可以参考这个Gun of 4 四人帮这个设计模式中的一个经典 同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资料 这几个都根据自己情况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会发现设计模式中有一种叫做Adapter的设计模式 就是Adapter 就是Adapter 选择的原本由于接口不兼容而不能一起工作的类可以在一起协同工作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它的一个结构 Adapter呢,它分为两种 一个是类的适配器 一个是对象的适配器 所以说它对应的有两种基本的结构 但是呢,两种基本结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只不过在适配的时候 所采用的方式 一个是采用的计程 一个是采用的组合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结构之中呢 首先,有一个Client,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程序 然后呢,有一个Target 这个Target呢,就是我们的目标接口 这里边呢,定义了Client所使用的与特定领域相关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Adapter 也就是我们要适配的一个东西 它呢,定义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需要去进行适配 才能被使用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Adapter适配器 Adapter呢,就对Adapter的接口 也就是我们要适配的这里边的接口 和我们的目标接口进行适配 这个是对应的一种结构 我们叫做这种结构称作为类适配器 下面还有一种结构 同样的,也有一个Client 一个Target目标接口 就是我们Client所使用的一个 跟它的一个具体领域相关的一个接口 这边同样有一个Adapter 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接口 就是需要我们进行适配 它能使用 同样,这里会有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呢,就会对这两个接口进行适配 这两个结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这里是Adapter继承于Adapter 这里呢,Adapter没有继承 而是它们之间是一种组合的关系 组合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在代码实现的时候 这个Adapter是Adapter的一个重员变量 那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 它怎么在代码运行的时候 怎么去协同工作呢 它的工作流程就是 我们的Client会调用Target这个接口 因为我们的Adapter呢 是继承于这个Target这个接口 同时会把这个接口给实现 所以说最终Client会调用到Adapter里边 然后呢 Adapter又会调用Adapter里边的相应操作 来实现Client的这个请求 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也画了 Client会调用Request这个接口 这个Request的接口呢 最终是在Adapter里边实现的 它具体实现呢 又是调用Adapter里边的Special Request 所以说我们的Client呢 就通过调用这个目标接口 调用到了Adapter里边 Adapter呢,也会把这个操作 通过Adapter里边的相应的接口去进行实现 就是它的一个协同工作的过程 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Bandar中的Adapter 也就是看一下Bandar中是否采用了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呢 好,首先看一下我们之前所讲到的Bandar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结构图 看一下Client进程这里 同样的也会有一个Client的客户端 客户端呢 它是通过调用I什么什么Service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实现呢 是在BP什么什么Service里面的实现 它的BP什么Service 它最终实现呢,又是通过调用BPBandar 它提供了这个AppBandar的这个接口 也就是调用它里面的Transact最终实现的 这个如果过程感觉还是不太清晰的 我们把这个图又给大家重新整理一下 好,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否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Adapter设计模式中 它的一个结构中的一些组件的一个协同工作的过程是一样的呢 好,如果还是看出来是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 那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整理后的它的一个结构 同样呢,是Client 然后调用I什么Service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实现是在BP什么Service里面实现 它的最终实现呢 又是通过调用BPBandar提供的这个IBandar这个接口来实现的 这个结构图呢 看一下 跟我们最讲的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它的一个结构图 是否完全一样呢 那么这里就知道 哎,Bandar这个基本结构中也采用了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 看到 通过Adapter把IBandar这个接口给适配成I什么Service这个接口提供给Counter去使用 好,这是我们所讲的Client进程中的BP什么什么Service 这里会有一个Adapter 那我们再进入到Service进程里面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组件的一个结构 好,这是我们之前所讲的Service进程中它的收集到的一些组件也就是类或者一些对象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在Client 在Client 跨谷进程和Service通信的时候呢 会通经由Bandar驱动 再经过AppC-ThreadState调用到BBandar里面的Transsect函数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BN什么什么Service除了继承于Bandar同时还继承于一个I什么什么Service这个接口 它里面的Transsect函数呢 最终又会调用到I什么Service接口里面的函数来去实现 最终呢就达到了调用到什么什么Service它里面所实现的一些具体的 呃用逻辑的一些函数 所以说它这里呢也是通过 对我用BBandar提供的这个IBandar这个接口最终经过BN什么说Service进行转换 对我用到了I什么说Service它这个接口里面提供的一些操作 这个呢和我们所讲的Adapter设计模式之中的一个系统工作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对这块的一个结构进行整理一下 好我们把我们在Bandar基本结构中的一个图整理成这样的 我们看到IPCSWARE的SATA通过调用BBandar提供的这个IBandar接口 也就是调用它里面的Transact函数 BBandar里面的Transact呢就调用Untransact 这个Untransact呢是在BN什么什么Service这块实现的 所以说就调到了BN什么什么Service的Untransact 这里呢也会调用到I什么什么Service里面的这个接口里面的操作去把它实现 这个结构图呢就跟我们所讲的 这里Adapter呢这个类识别器的这个结构图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IService这块也是采用了一个Adapter的一个设计模式 让我们通过调用IBandar这个接口最终就可以调到了I什么什么Service这个接口里面的操作 也就是可以对应到我们所实现的什么什么Service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业务逻辑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在Bandar基本结构中它的一个BP什么Service和BN什么什么Service都是采用了Adapter的设计模式 它起到一个接口转换的一个作用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相关的一种 看一下它的适用性也就是适用于哪些地方 它呢可以适用于如果我们想使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类 但是它的接口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或者是我们想创建一个可以复用的类 该类可以与其他不相关的类或者不可遇见的类 一起协同工作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使用Adapter 也就是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它的一个动机 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复用设计的工具箱里面的类不能够复用的原因呢 其人仅仅就是因为它的接口和专业领域所需要的接口不匹配 比如说我们在Bander这个基本结构中呢 我们Bander它是提供了一个IBander类型的接口 但是我们Client它的一个具体的EU逻辑呢 它这里需要一个I什么什么Service的接口 所以说呢我们的Client就不能直接通过调用I-Band的这个接口 那我们但是我们的Client要跨境层调用到Service相关的操作呢 它又必须通过Band的这个IPC通信的也就是跨境层通信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怎么做呢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最初呢我们可以改变功率相类使它兼容我们所需的一个接口 前厅呢我们要有这个功率相类的一个圆码 然而呢即使我们得到了这些圆码 修改这些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为什么这不说呢 因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实现一个应用 就让工具箱不得不采用一些与特定领域相关的一些接口 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Adapter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呢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Adapter 把这个接口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成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接口 这里呢就是把iBand的这个接口 转换成了一个i什么什么Service类型的接口 给我们的Client去使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 Adapter这个设计模式它的一个效果呢 这就是使得原本由于接口不兼容 而不能一起工作的类可以一起协同工作 好 在我们知道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Band的一个基本结构图 我们再给它大概划分一下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块什么什么Service什么什么Client 是和我们的具体的业务逻辑相关的 具体业务逻辑 然后 这块呢 是我们的Banner通信相关的 Banner通信 我们知道Banner通信这一层呢 它提供了一个 它提供了一个 iBanner类型的接口 给我们去使用 就是通过BP Banner 它提供了一个 iBanner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服务端相应的 也有一个 B Banner来对它 进行了一个实现 最终呢 我们 在Client端通过 用BP Banner 提供了这个 iBanner的接口 最终一步一步 通过Banner驱动 如果我们会专用到 我们Service端 这个 B Banner 但是在我们的 具体的业务逻辑这一层呢 我们的Client 需要的 它是 需要一个 i送送Service 这个接口 而 我们在Service端呢 我们的Service的一个 具体逻辑 它也会去 相应的 去实现了 I送送Service 这样一个接口 这两 这两层呢 本来是不能 结合在一起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 这里就有了 就有了一个 Banner 适配层 在这里采用了一个 Adapter的设计模式 这一层呢 就通过 Banner适配这一层 然后 把我们的一个具体的 业务逻辑 和Banner 它通信的 一个 东西 给完美的 融合到了 一起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为什么会有一个 BP 什么什么Service 和一个 BN 什么什么Service 说明 请不吝点赞 了 我 再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